上一回我们曾经给您介绍了畅销书 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 学习到死亡不会结束关系 大受观众好评 这次东方新闻继续请来了 美国佛乐纪念公园的资深讲师 要分享经典畅销书 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 学习我们来到人间 就是为了与别人相遇 鼓励在美华人开卷有益 2003年的畅销书 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 看主人王Eddie如何在姻缘巧合之下 遇上天堂中的五人 看他们如何影响爱迪的一生 或者被爱迪改变人生 类似的经验 对美国佛乐纪念公园的资深专员来说 就是多一份体贴与关怀 之前规划通常你会以为是一个人的事 就是我的事我来办 其实家庭成员每个人都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 那好像比如说有一些人想要说 要火化然后呢要去撒大海 可是呢没有想到小孩可能是想要有一个地方去看望他 所以后来呢就在家里想念一下就发觉 其实那个不是大家想要的做法 虽然本身是想要去撒海 可是为了尊重家人有一个去怀念他的地方 所以呢结果就会说决定还是来赴了纪念公园买一个铃骨塔 铃骨尾然后就放在那里 让家人可以过来纪念他这样子 强调每一个人活着都是有意义的 不应该自己看清自己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一定会被别人喜爱 本书不只透过Eddie找出活下去的意义 更棒的是告诉每一个人随时都有机会找出人生的真谛 即便是临死前也不要亲眼放弃 这个情况蛮多的 因为我们除了帮预先规划的话 也有帮一些他们将近要用的人 那在这一部分大部分的人当然是害怕啦恐惧啦 像你说讲的 这都是很典型的 那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呢就是说 让他们意识到其实这并不是一个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事情的害怕以及恐惧 是因为他们不了解 其实我们的角度是令他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对于最后一层的这个看法 辟除我们这个人真的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要想的更多的是说在最后一步上 我们要为小孩子做些什么 为我们的下一代去做些什么 不只鼓励读者乐观面对生活上各种不如意 书中更明白点出 要人去了解每个人活着都有意义 延续这份关爱与感动 美国福乐纪念公园的资深专员 也以同样的心愿鼓励华人 为自己与家人做好生前规划 每个人都会有终结的一天 关键是说我这一辈子为社会 为我家人做了什么的贡献 那如果我一辈子是已经为小孩子做很多 最后一步大部分的人 这种人很有责任感 大部分人也会规划好 那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说 觉得我自己其实并没有尽到很大的责任 我们可以在最后一步帮助家人 走完这个最伤心的一步 所以我们会把他的思想带进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说忘记说我们最悲伤的这一部分 而是说我们怎么为家人去想 从爱这方面去引导他走到一个更好的方向 分享畅销书与观众心灵对话外 美国福乐纪念公园 百年来更打造出三大镇馆之宝 最后的晚餐基督被钉十字架 以及基督复活 要延续创办人 伊顿博士的心愿 医术可以升华灵魂 以及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尊重 与其我们去怨天尤人 不如去帮助周围身边的人 把我最后一层去 把我最后的生命去绽放 去放开 让别的人去得到更好的东西 那当然有一些人是可以听 有一些人会想了之后会改变想法 有一些人还是挺固执的 不过我们能做的就是说 我们尽量去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着生命的另外一段 我们福乐纪念公园 其实我们的basic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对每一个家庭成员 都是像我们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 他们的意愿就是我们的意愿 所以通常会尊敬每一个人的讲法说法 然后我们会统计起来 然后就集合起来 然后会怎么去帮他们去看看 哪一个是大家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统一的 鼓励在美华人爱惜生命 且用慈悲感恩的心情认真过好每一天 美国福乐纪念公园持续关心华人 更多专业的生命礼仪服务 还要在下一集介绍 欢迎观众持续锁定 东西新闻李宗娃 幼永志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